台中他們有邀我 那台中明天在彰化跟在台中的大甲公園的小草見面我都會去 那你感人慘了這個五分外面 卻是沒有所謂的紀錄 我覺得那個是應該是行政作業的素質 我覺得就已經過去了就翻頁吧 黨內的同事不該乙兒傳 我在這裡鄭重的告訴 黨內的我不曉得有沒有紀律委會 我應該出來來講這些事情 這樣乙兒傳兒其實上對珊珊對我都不好 我覺得黨內到底是在搞分化嗎 我覺得大可不必 我也在這裡是要珍重的講 基本上我跟珊珊真的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什麼不和 因為也很少接觸 不接觸的原因是因為她很忙 我來台北通常就只有來錄節目我就走了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所謂的不和的謠言是從哪裡來 如果謠言來自整個黨內的內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不應該的行為 但是她們自己傳了關係跟誰好不好 那要去問她 我再講一遍 我長時間這段時間都在台中海線 我們確實也沒有時間見面 她忙那我也很忙 那我們兩個之間沒有任何的不愉快 也沒有任何的這些怎麼講 那所以第一黨內的同事不該乙兒傳兒 我在這裡鄭重的告訴黨內的 我不曉得有沒有紀律委員會 我應該出來來講這些事情 第二這樣乙兒傳兒其實上對珊珊對我都不好 那我覺得黨內到底是在搞分化嗎 我覺得大可不必 所以我也在這裡是要珍重的講 基本上我跟珊珊真的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什麼不和 因為也很少接觸 因為她不接觸的原因是因為她很忙 就時空的隔離嘛 因為我就在台中海線 我來台北通常就只有來錄節目我就走了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所謂的不和的遙遠是從哪來的 如果遙遠來自整個黨內的內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不應該的行為 所以那現在一個市場就包容說 好像林投審跟黃山 所以你都反正你當中央委員 那時候渡政的話是不是消失 我不曉得啦 因為第一個沒有人告訴我 第二我想我也不知道 所以那個都是謠傳嘛 那謠傳我覺得黨內這樣這麼 這個黨這麼的小 然後還有這麼多的謠言在那邊傳來傳去 我覺得這是對黨的發展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想問一下 因為在民眾黨24號的一個感恩情緒 那這個部分的話你有沒有說到 我覺得那個尾牙這件事情是小啦 昨天是突然間記者就問我有沒有去尾牙 但是我覺得尾牙這件事情是小啦 那但是黨內對這些就是出去 去立委爭戰的這些人應該要有一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那再來講到尾牙這件事情 我想我想要去講一下 我們民眾黨應該去關心一些 比政黨的尾牙不關心的事情 像我今天晚上會去參加奧時的一些尾牙 那我關心這種居住正義的公民團體的尾牙 甚至關心這些街友的尾牙 因為這個是我過去在立法院我長期 我每年都會去參加奧時的他們的這個年終的一個尾牙 那也是跟他們一些接觸 那我想這個台灣民眾黨過去在居住正義上面呢 我們有跟公民團體有多處的接觸 所以我也期待過去這五名的立委呢 跟現在的這八名的不分區立委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一樣做一個交接 一樣來關注這些年輕人所在意的居住正義 那這樣一路線沒有收到邀請 這個 這個 當然我想這個吃飯真的是小事啦 不要在這個上面去做文章好不好 委員因為其實中部 明天其實就有這個茶會 中部也有辦茶會 但是因為您說沒有受到壓制 那因為明天您也會出席 所以是您這邊跟黨局要沒有溝通好不好 因為雖然說北部沒有但明天也會出席 在台中的大甲公園的小草見面我都會去 那想說在感恩餐會這個部分的話 明確是沒有受到邀請嗎 我覺得那個是應該是行政作業的數字啦 那我覺得就已經過去了就翻頁吧 因為黨局要的意思是說感恩餐會分被裝滿 是啊 所以在台中我明天我會出席 那因為昨天記者是問我說 他問的是昨天有沒有去尾牙 那我因為確實我不知道尾牙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小事啦 不要為人接小事 那時候會不會覺得有點難過 就不知道我台中上沒有這樣做 不過因為台中他們有邀我啊 我明天台中不會去啊 那接下來就是不要吃小事 不要吃小事 是啊 本來就是小事啊 吃一頓飯本來就是小事 何況我不是很喜歡吃飯的呢 那你之前是不是有發生說 又是一樣在台中比較乖 會不會在台中兩個禮拜都沒有 我想那個都是選舉期間齁 大家都很忙都已經過去了 不要再去細舊選舉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大家往前看好不好 那委員因為現在像西森委會 然後到了黃山山的議題跟KBT 不斷的被做文章 那您不可以認為說 回去來做這個央委的話 在黨庄部分的話 您這邊的遙遠比較不會被喘著 唉 我覺得這個遙遠到底是從何來 而且還要出動你們這麼多媒體 我覺得這是浪費社會資源啦 我覺得我們就往前看吧 這些以上都沒有這些事情好不好 沒有這個第一時間我就已經有對外面說 我會住在台中我會升更台中 好吧 就這樣 那你怎麼會怎麼自個委員會 在這裏面中央委員 那個擔任中央委員跟我在哪裡 這沒有關係 這兩回事 你問這個問題更無厘頭了 好無厘頭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的意思是哪裡有溫暖就哪裡去吧 這個太無厘頭的問題我不回答 好 謝謝